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安又推出了上欧A600 这是一款上欧的升级版车型 车价位于5.98至8.49万元之间 长安又一次对武林洪光发起了冲击 新款的A600在外观上改变较大 与以往中国人口中的面包车相差甚远 这价是一款商务车 时尚气息得以加重 车头采用了六边形进气格栅 用熏飞式的横幅度个调装饰 这身侧面采用了双腰线设计 整辆车看起来更显运动感 车尾采用了贯穿式尾灯 而在车身尺寸方面 整款车长4510毫米 轴距也达到了2680毫米 较以前的版本内部空间更大 而在内饰方面 中通台的设计看起来非常丰富 这款车还配备了遥控钥匙 后座出风口 天窗 内置行车记录仪等配置 可以说是非常齐全了 内饰方面完全高于730 完全适合平时的驾驶 而在动力方面 新款欧上A600搭载了1.5L和1.6L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功率分别达到了114马力和128马力 在马力方面还是完全够用的 由此可以看出这款车的确对武林宏光的销售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